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您再回到我们台南听听看 我们今天邀请的是 奇美博物馆廖宛如副馆长 副馆长 我们刚才有聊到 这个奇美博物馆在台南 其实台南莫大的福气 那从他2015年开幕以来到现在 其实他有很多 很值得让人回忆的一个活动 是 有没有跟我们谈一谈 这从开幕以来到现在 您觉得对值得去介绍的一些主题呢 其实我们先来谈说 奇美博物馆在台南这件事情 对我自己个人来讲 我觉得台南是个古都 它有它过去的文化 那奇美博物馆收藏的又是 西方的古典的东西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跨时空 东方跟西方的对话 然后同时又有一个 古文明跟 就是彼此的古文明 然后东方跟西方的文化 在奇美博物馆这个地方相遇了 有家交集了 在博物馆本身这边相遇之后 我其实是会希望说 它可以让台南的市民 因为奇美博物馆自己在这里 所以它可以慢慢的 产生一些些的质变 我并不是要去整个让台南 好像变得不台南了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知道我们一个大的社群里头 一定是因为每一个个体 它贡献的一些些的时候 它让整体变得更好 那整体变得更好之后 它可以让领头的每一个个体更好 所以我们就必须去看说 自己在 就是奇美博物馆它存在的意义 对于台南来讲 对于台湾来讲 对于整个艺文社会来讲 到底我们分别做了什么事情 它有一个规格 就是它不仅仅是台南 虽然零把地点是台南 可是因为它要让它看见世界 所以奇美博物馆 它就会把西方跟东方 过去跟现在 它做了很多线的交集 交集激荡之后 它还寄出很多火花 所以因为这样一顾 我觉得事实上奇美博物馆 要养成我们台南市民的视野 对不对 所以我会很希望 很多的台南市民 既然它是免费的 真的是把它当个一个家 然后三不五时就带着家人 带着孩子来 我有一次曾经在高铁上 然后是从台中往台南的方向坐 那时候应该是端午节 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小朋友说 妈妈等一下我要去那个奇美博物馆 那个妈妈跟他回答说 博物馆好无聊啊 不要去 所以小孩子要去 妈妈说无聊不要 那我当然希望说 因为艺术这个东西是这样子 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 像说我刚才提的很多在 他生活里头其实是没有艺术这件事情的人 大概是我们人口比例里头百分之七八十 然后大概会有十几% 他是多少偶尔会去看个展 偶尔会去听个音乐会 然后最终最终极少数的真的是那两三%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懂艺术 永远在艺术这个圈子里头转 那我们都知道大家在看台湾社会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社会似乎没有那么多的美感 好像很多事情就是可以就好了 对啦好好了解 不管市井啊 或是我们的生活周遭的一个小布置啊 感觉事实上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就是那个生活的质感 那个品味甚至是人跟人之间互动的那个质感 似乎都还没有完全的到位 所以我们会很希望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三角形 底头的百分之七八十不太care 文化艺术生活美学 人跟人之间互动的那种温度的感觉 我们希望慢慢让这个比例 往下掉 然后中间那个阶层 质感稍微的比例再增高一点点 对了解 所以我们去改变这个社会的组成 这是我觉得青梅博物馆应该所做的事情 那他对台南市民来讲 当然会希望说跟台南的在地 因为台南其实虽然是一个古城 可是我们在地的很多的新生的力量 其实都看到在古的里面长出了新的力量 在传统的老干星子里头迸发出来 其实更大的能量 对对对 那其实这里头如果又可以加入 我们从西方带来的一些思维啦 折礼啦 然后把它做一个整合 或是产出一个新的东西 我会是很期待 就是台南在地的文青 又因为有青梅博物馆的存在 所以它跟台北的文青不一样 他至少在他今天去取经的这个路上 这个丰富了 花团景处的 因为青梅博物馆就免费提供他这样的素材 对对对 像我自己就会很期待 青梅博物馆可以为台南做一件事情 我在跟我们同仁讲说 我们既然在台南 那我们应该做一件 为台南为台湾社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2024年 还有好几年 2024年其实是荷兰人来台湾四百周年 四百周年 对那我觉得台南人或是台湾人 对于荷兰时代看到的都是说 顶多会去说荷兰人那时候留下了什么 对 可是其实在我们过去我不知道 经过四百年了 所以他可能有些不同 比如说你们这次做的宁室日常 是 我很令人感动 在这么样的艺术细节里头 看到一个围观的宇宙的大世界 是 我那个画家还从荷兰过来 真的让我们觉得 真是非常重量级的好活动 而且它是素描 或者它是一个镜物画 它都让我们看到 其实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我帮你们代言了耶 代言的我都觉得很荣耀 有这么好的活动可以让我们代言 美侠老师谈的是现在的特展 就是我们有一个荷兰的当代的艺术家 他画得非常写实的一个写实大师 那我刚才在讲的这个2024年的荷兰的特展 我希望能够做到的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是 因为我们大家在看荷兰会想说 当初荷兰人留下什么 当初日本人留下什么 但是其实 台湾人在成长过程中 我们在接受历史的过程中 我们没有一个世界观 所以我们处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想说荷兰人来了 西班牙人来了 日本人来了 中国人来了 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荷兰人会来 就是 当然知道在大航海时代 可是 我想要让台湾人有那个厚度 有一个宏观的感觉 是说你不实际有看到现象 现象背后的因果 或他的成因的背景 或许是我们阅读历史中最重要的世界观 我举例来讲 假设说当时来的荷兰的航行观好了 我想要知道他手上在读的是什么文学作品 当时的荷兰世界或是大航海时代 在争辩的哲学理 哲学议题 大议题是什么东西 我想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科技走到哪里 那时候的流行病学是什么样子 那时候的音乐家 美术家 建筑 台湾人在没有一个概念说 那个时代是什么 但是我们现在在现属的时代 当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很清楚 现在美国跟川普 川普跟金正恩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世界的潮流 大家在争辩的议题 哲学议题 这生命的大事件是什么 所以我想 齐美博管可以为台湾社会 可以为台南人做的是 其中一件事情是像这样的事情 增加我们的厚度 就当我们想到说 我可以透过一个维梅尔的话 去看到17世纪 他整个欧洲以荷兰为代表 或是一些欧洲国家 他们经济发展状况 哇 你这个展会是非常伟大 因为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拉起来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宏观的世界 那我们看到 其实在当时那个时代里头 我觉得台湾的文明 为什么可以很快的去赶上了 我们觉得整个西方的体系 它成为一个 很早就摆脱了农业体系 直接进入到西方的经济 能动体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最主要我会希望 透过这个展 其实帮台湾人从此知道怎么去整合自己手上的资讯 所以他不管在看每一件事情 他都不会是单一切入 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非常片段的在切很小块的事情 那越片段化 我们就越容易从自己角度切入之后 就去诠释一件事情 然后觉得别人的东西都不对 我的东西才是对的 所以必须帮大家把视野拉高拉广 然后整合在一起 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谨慎 也就是说他一直深入到 你不要只要看到表象 表象的背后有更多的故事 哇那这样奇美呢 他会因为家的缘故搬了这个展 其实又拓展我们更大的视野 这个视野不是只有台南人享用 我们也欢迎其实跟台南奇美博物馆 有喜爱的任何的朋友 您都来这里 因为当你来这里之后您看到奇美 您看到台南 你也透过我们台南奇美 你看到全世界 而且在这全世界的世界 全世界头 如我们廖馆长所讲的 你可以看到他的前因后果 世界的景深 还有我觉得我们对整个现象 事件背后的解释 我觉得会让我们今天 同样这种情况下 放到我们现在去看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会有更多的凝视 对就是那个 对于一个厚度 一个人的厚度 一个城市的厚度 一个国家的厚度 都希望因为我们奇美博物馆的存在 而能够有一点点的提升 哇 感谢奇美博物馆 我们期待2024年的时候 我们这个大展 我们一定争取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我们能尽力的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让他这个展的能够办得非常成功 好 谢谢 我们待会儿再来跟我们的廖馆长 继续来谈更深入的问题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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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